观众朋友买台积电有没有套牢的 一定有啊 如果你是来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的日K线 台积电日K线告诉我们 之前没有台积电会有FOMO情绪 对不对 不在场会痛苦会焦虑 怎么别有台积电我没有 因为它一路张张张张的 可是当它最高来到1080 就是这个波段的下跌 确实套牢了一些投资人 那么套牢了投资人之后呢 很多小白就问 那我该怎么办 我们来看小白的问题 等会同样这个问题要问各位啊 有个小白呢 他说我买台积电我竟然套了耶 而且呢 来这个网友说 我目前呢 有三张台积电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他说账面上啊 我已经未实现损失 就是我虽然没有卖呢 其实账上我已经损失了32万 但我身上还有300万现金 这个小白蛮有钱的 我的月收入扣掉我的支出 每个月我有5到6万可支配现金 好 所以他就问了 他在网络上发出了提问 他说我列了三个选项 想请教网友该如何抉择 我也想请教各位 你们会怎么抉择 这ABC三个选项 选A的给圈 选B的给X 选C的放中间 好好想一想 好 这位网友说 来 第一个选项是 我删掉APP 继续保留持股 2026再卖 现在是2024 他说我跟他长期抗争了啦 我也不想看他了啦 我就放在我的保险箱里 不理他了 这是A 长线持有 选B的呢 来 原本三张保留 但是在800到750 继续买 800到750 现在收多少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台积电现在收多少 来 台积电233 今天收934 好 934 880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破极限 好 我们再回到CG 他说啊 我那三张我抱着 我跌到880到700 破极限之后呢 我分批低接台积电 我让我的成本压低 就是摊平啦 来 C的选项是 如果你选C 等会请你放中间 拉回960到980的区间 我三张就认赔出去了 哎呦 他赔钱卖啊 然后等到800多 再开始低接 我先把手上的 先卖掉了 先让他认赔了 等到拉回来 再低接800多的台积电 好 各位怎么选 请举拍 ABC怎么选 来 好 我们看 哎呦 有选C的很多了 来 怎么都选C啊 来 你选 B 你选B嘛 对 靖勋你可不可以 你这样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有第四个选项 第五个选项 你是第四个选项 我还看不懂 你这是什么 等一下再讲你第四个选项 好 还有第五个选项 来 我们有人选B 大部分都选C嘛 对不对 好 为什么选B 好 因为台积电来讲的话 原则上当然 它是一个机油股 没有问题嘛 它产业趋势持续往上走 那它现在压回 主要收到一个大环境 挥达影响而去做压回 但是台积电操作的方式 大家长期去操作台积电就知道 它拉回是要买的 而且它 因为它反正还有三百万 对 它有三百万 怕什么呢 它的三箱就抱着 而且它还有念到一点 它每个月扣除掉支出 它还有可支配现金 还可以生活嘛 你不要基于它那五到六万 所以它那三百万 可以直接下去买 它那五到六万不能再拿出来买 好不好 那要过日子啦 对 所以它那三百万 其实是可以再下去买台积电 所以你选B就是三箱不卖 抱着 八百八到七百五 分批低接 但我们现场大部分都选C 我来问一下木华 对 C的意思是 我先赔钱卖 对 赔钱卖台积电 这在感情上 这个坎过不太去 不过因为如果真的 怎么有人台积电竟然赔钱 阿关 因为如果真的到九百八 他就赔不多了 不像现在会赔到三十二万 是不是跟朋友吃饭的时候 朋友说你那台积电怎么样 你说我赔钱卖 真的会被笑 是 但问题就是说 一时被笑 总比一世被笑好 对不对 所以你要叫他小赔先出就对了 对 我认为台积电会反弹 但是不容易过一千 刚才建讯有讲到说 这个 他有第四种选项 第五种选项 我等一下再问他第四种 第五种选项 刚才也谈到了说 台积电有可能会反弹 我也完全认同台积电会反弹 但是我觉得 他要弹回一千的机会不大 所以在接近一千的这个位置 九百多 九六零九八零 你先出 你先出 然后后面如果台积电 真的破季线 真的往下一只走 走下去 走到九百块以下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个 中长线的好买点 你那时候可以买六张 你还不是只能买三张 对不对 因为你前面三张出掉了 是 那你把六张全部买下来 然后再回到一千块 你就破涕为笑 你这一辈子都在笑了 不是只是被人家笑 一两天被人家笑而已 但是他到八百多之后 就不会再跌下去了吗 我觉得台积电 会不会我前面这一批呢 已经认赔了 我买了八百多之后 又再小套了 这样子啦 我给我自己设定的目标 那就二度伤害了 我给我自己 这一波的设定目标 就是台积电 如果有见到八百到八百五 我就会下去买了 我就会下去买台积电 如果他真的这一波 再给我看到他八百到八百五 就是今年 我就裴回来去买 我就裴回来不免 我有现金 然后我就会下去买台积电 所以他的这个第三个选项 正合我心意 因为第一个我不觉得 他会过一千嘛 好来我想 其他举中间就是选C的 答案都差不多是吗 那我就来问一下 建讯你的第四种选项是什么 情绪上讲台积电 要赔钱卖这件事情 应该是对我来讲 是最纠结 因为我本身是看好台积电 而且你有那么多 法人圈的朋友 每次吃饭的时候 聊到台积电 哎呀大家都贪钱 只有我了解更小 其实不会 我们大家都比烂 我们就把真实的情况 跟大家讲出来 你们就是比烂 互相疗愈对方 互相取暖 我讲为什么会有别的选项 我的看法是说 其实这波 两万二也许有机会谈 但是谈上去之后 大家要想的一件事情是 为什么美股跌成这样 就是因为11月要大选 那9月份要第一次的升息 各位比较资深一点的 观众就会知道 这两件事情过去碰到 都会遇到比较大幅度的回档 而这一次是 在9月跟11月相继都要碰到 所以回档的幅度就很深 那其实第三季 我们之前的讨论 就是说第三季 能够玩多久就玩多久 不能玩就赶快收起来 因为接下来又遇到 那你的第四个选项的答案 到底是什么 好 我要把这个过程讲完之后 不可忽那么久 台湾是难以在世界之外 我只能讲说 台湾接下来第三季或第四季 我是看比较保守 这一点我是跟蔡总 跟莫怀松看得比较近 所以讲第四种选项是 第四种选项 他只赔32万 只赔你别这样 我就当作出国 我就当出国玩三次 或当出国玩两次 所以你第四种选项是 卖掉 卖掉但不买了 卖掉就当我出国玩掉 卖掉或当我吃掉 然后你不准备在800的时候 进场低阶了 因为我不知道这一次的 9月降息的风险 跟11月的风险是怎么样 所以你建议的是卖掉 然后空手 观望等选举 等降息 变数都过了 年底之后再来说 再来决定 对这是第四个选项 那还有第五个选项 第五个选项是什么 第五个选项就是 你看 他的资金 他大概是1000多块买的 所以三张台积 他卖掉之后 还有大概300万回来 然后加上他本身 还有300万现金 所以他本身600 你要干嘛 600万只赔32万 等于本金赔5%而已 所以呢 对吧 所以第五个选项 是我全部卖掉 我买别的 那买什么 就锁定关我什么事 大家就会有灵感 等我来问可以买什么了 来金融 刚刚你也是选 你也是选C嘛 对不对 对选C 因为你从产业的角度 来帮我们解解 到底台积电呢 未来的前景 第一个台积电 绝对是非常好 因为我举个例子来讲 绝对非常好 你干嘛叫他认赔卖呢 但是因为金融市场 跟基本面 中间还是有落差 中间 我觉得就是 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在讲那个 就是说这个 高素质孔径的EUV 这个一台要3.8亿美金的EUV 那Intel 很高兴 他今年四月 很早就去买了嘛 今年四月就已经拿到了 而且开始装好了 那台积电呢 孔径EUV 对对 台积电呢 他就是说 两奈米他不用 到两奈米以下的A16 就是1.6奈米 他也不用 他还是用原来的EUV 原来那个大概 1.8亿美金到2亿美金左右 那代表说 他的技术够 而且呢 他不会说 我追求最先进的 当然最先进的工具很好 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成本效益不高 所以台积电要用是在A14 就是1.14奈米 那A14呢 计划原来 原来计划是在2026年 开始风险量产 2027年的第三季呢 就是说 就开始量产 然后呢 他的第二代呢 他才会用到 2028才会用到 这个高数值工具 那代表台积电这一家公司呢 台积电这一家公司 在使用所有的工具的时候 他不会最追求最先进的 他可以用的就开始用 那也另外一个部分 也就是台积电在先进制程的技术 是非常领先的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右边这个图 就是我们来看台积电 以地区的营收比没了 这个地方有一点 超越大家的想象 就是说 它当然最大的 台积电的最大的客户来源是美国 那是毋庸置疑 都大概在65%以上 第二大居然是中国 所以跟各位报告 台积电第三季的 第三季的 会有提前下单效应 但是提前下单的反面 就是把后面要给的营收 可能已经提前做反应 那可能第四季或明年 第一季就不见得会那么好 咱们不见得会那么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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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